真生 话说长安有一个读书人叫贾子龙 有一天,他偶然经过邻近的一条小巷 看见一个外地人,风度潇洒自如 贾生便问他,得知他姓贞 是程阳人,在长安令屋居住 贾生心里很惊慕他 第二天,贾子龙就到真生住处投递名片拜访 正巧赶上真生不在家 前后拜访了三次,都没有遇到 贾生就暗中派人看准他在家而后去拜访 真生躲避着不肯出来 贾生闯进去搜他,他才出来 两个人促膝谈心,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 婴儿非常高兴 贾生就在真生住处派个小童去打酒 真生又善于饮酒,又能说风雅的笑话 两个人非常快活 酒快喝没了,真生翻了翻自己的箱子 拿出一个饮酒的器皿来 是一个大白玉杯子 却没有底,把一小杯酒倒在里面 就满满的了 用小杯咬酒倒入壶中 大玉杯中的酒并不减少一点 贾生觉得很神奇 执意要求真生传授这种法术 真生说 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你相见 你没有其他短处 只是贪心未经罢了 这是仙家密布传人的法术 怎么能传授给你呢 贾生说 真是冤枉啊 我哪里是贪心 偶尔产生一些奢望 只是因为贫穷啊 笑了笑 二人就分别了 从此 两人往来亲密无间 不分彼此 每当贾生肿困缺钱的时候 真生就拿出一块黑石头 吹上口气 再念些咒语 用它去磨瓦块碎石 瓦块碎石立刻就变成银子 便拿出赠给贾生 每次仅仅够贾生用 从没有多余的 贾生每次要求多变一些银子 真生就说 我说你贪心 怎么样 怎么样 贾生心想 明着要求必定得不到 便打算趁真生最后睡觉时 偷了黑石头要挟他 一天 两人喝完了酒睡下以后 贾生偷偷起来 到真生衣服里搜摸 真生发觉了 说道 你真没良心 不能再和你相处了 于是就辞别贾生 移居到别处去了 以后过了一年多 贾生在河边游玩 看见有一块石头晶莹光洁 很像是真生的那一块 贾生就拾起来 珍藏着像宝贝一样 过了几天 真生忽然来了 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贾生安慰他 并询问原因 真生说 你以前所见的那块石头 是仙人的点金石 我从前跟随 豹真子云游 他喜欢我性格耿直 把这块石头赠给了我 不料喝醉以后丢失了 暗中占卜应该在你这儿 如果你对我有还代之恩 我一定不敢忘记报答你 贾生笑道 我生平从不敢欺骗朋友 的确和你占卜的那样 石头在我这儿 但是了解管众贫穷的 莫过于报书 你准备怎么办呢 真生便答应送给他一百两银子 贾生说 一百两银子不少了 但请你传授给我口诀 我亲自试一试 就没有遗憾了 真生恐怕他不讲信用 贾生说 你本是个仙人 怎么不了解贾某 我难道是失信于朋友的人吗 真生就传授给贾生口诀 贾生回头看到台阶上有一块巨石 就要在上边试一试 真生拉住他的胳膊 不让他上前去磨 贾生就弯腰拾起半块砖头 放在石针子上说 像这么大 不多了吧 真生就让他试了 贾生不去磨那半块砖头 而磨那石针子 真生变了脸色要和贾生争夺 而石针已经化为一整块金子 贾生把石头还给真生 真生叹着气说 已经这样了 还能说什么呢 但是我随便把俘虏加给别人 必然要遭受上天的惩罚 如果要挽回我的罪过 请你做善事施舍棺木一百口 棉衣一百件 你肯这样做吗 贾生说 我所以要得到金子 本来就不是为了叫藏起来 你还把我看成个守财奴吗 真生高兴地走了 贾生得到金子后 一边施舍 一边做买卖 不到三年 施舍的数量已经够了 真生忽然来了 握着贾生的手说 你真是个讲信用 有义气的人啊 我们分别后 福神就报告了玉皇大帝 消去了我的仙籍 承蒙你广为施舍 现在用功德抵消了罪过 希望你勉励自己 不要停止做善事 贾生问他是天上哪一步的神仙 真生说 我是一只有道业的狐狸 出生很低微 承受不了罪孽的迁累 所以生平很自爱 一丝一毫也不敢胡作非为 贾生摆下酒宴 真生就和他像从前一样对应起来 贾生活到九十多岁 胡仙还时常到他家里去 长山县某人 卖能解除信实 披霜之毒的药 即使是中毒垂危的病人 灌下他的药区没有救不活的 但是对他的药方保密 即使是亲戚好友也不传授 有一天 他因为被一件案子牵连被逮捕 他的内地到狱中给他送饭 暗中就把信实放在饭菜里 守着他等他吃完了以后才告诉他 这人不信 一会儿腹中乱搅动起来 财大师一惊 骂道畜舜养的快去 家中虽然还有药末 恐怕路远来不及了 赶快在城里找到碧莉岩城末 清水一杯赶快拿来 七地案他所说的去办了 等到拿回来 他已经莲藕代谢快要死了 急忙给他灌下药去 立刻就好了 这个药方从此才传出 这也像那位胡仙密奇石不传愚人一样